爱奇艺的迷雾剧场去年真的是一枝独秀 口碑爆棚的同时招商成绩也是非常的喜人 但是今年的迷雾剧场跟去年的风光无限比 就暗淡失色了不少 今年率先播出的八角亭迷雾 致命愿望这作都不怎么样 尤其八角亭迷雾在开播前本来是最被看好的一部 因为相比其他流量扎堆的 八角亭聚集了段亦红 豪磊 祖风等众多实力演技派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导致很多人对于爱奇艺的迷雾市场失去了信心 目前播出的《谁是凶手》是迷雾桃那边最看重的一部 早早就在线下铺上了广告 宣传阵仗搞得足足的 各方面都安排上了 就看赵丽颖 萧阳和董子健的组合 能不能够让观众买账啦 迷雾剧场今年能否翻身就看谁是凶手的播出效果了 该剧讲述了一起 发生在南方四线小城海州市的连环凶案 在真相尘封了16年之后 与这宗凶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人们 在各自不可告人的秘密中一起等待真相浮出水面 相比八角亭混乱的主线 这部剧一直有一个主线 就是16年前的凶杀案 萧阳饰演的是在当年凶杀现场 明明已经见到了歹徒 却没有开枪的警察 多年后相似的案件在线 对于萧阳每次都能给人惊喜 做歌手有超级传唱度的歌 作为演员 也有误杀这样的高质量电影 对于悬疑片萧阳一直很拿手 赵丽颖饰演神宇 是一名女心理医生 她的外表专业且冷静 性格疏离又偶尔脆弱 人设神秘又复杂 她的眼神和所处的场景 都展示出悬疑剧的元素 在之前那段赵丽颖 与萧阳擦肩而过的戏份中 赵丽颖在眼神上的切换 每一秒都让观众不容错过 前一秒笑意盈盈 下一秒就是充满了恶人的圣人 这眼神转换实在是太绝了 不得不说赵丽颖这次的爆发力 真的是A到爆 神与其父亲那场戏 神与口口声声说 爸 你毁了我的一辈子 所以不难猜出 神与的父亲跟海州市的凶杀案 有着很大的关系 还有董子剑 其所饰演的夏木多年后来到警局 带着仇恨带着迫切 想要知道当年真相的心态 他又会做出什么事情 之前就有不少人猜测 赵丽颖 萧阳 董子剑 这三个人在剧中 其实都是全员恶人 是凶手或者是帮凶 另外董子剑已经是影帝了 对于他的演技实力自然毋庸置疑 虽然董子剑在娱乐圈中年纪并不大 但是他的演技却非常好 出演的作品和角色也获得了不少观众的喜爱 此外 这部剧还有不少大家熟悉的演员 知否知否英诗绿肥红兽中的大娘子和林小娘也都在剧里面 不少观众调侃 这三个人再加上红狼 就可以凑齐一桌麻将了 刘玲和高露两位女配角也是令人放心的 这两位女演员在该剧当中属于女二号女三号的戏份 她们在以往的电视剧作品中 都是能够证明自己演技 显然在演员水平之上 谁是凶手还是有追求的 其实最近几年真正的爆款电视剧 没有一部是启用流量明星的 包括高露主演的《我是余欢水》 剧作开播之前一丁点的爆款项都没有 因为没有所谓的流量明星价值啊 可是作品播出之后 余欢水这个角色 让大量观众感同身受口碑不足 当然对于谁是凶手的演员布局 此方的考虑还是更为全面的 尤其是女主角赵丽颖的加入 这是要给电视剧提前引流的表现 对于赵丽颖自己来讲 她要想在同年龄段的女演员当中脱颖而出 也必须要拍摄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作品了 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再拿现代古装的偶像剧出来 显然已经立不住了 作品需要现实题材是必经之路 因此谁是凶手的出品方和演员赵丽颖是相互需求 赵丽颖需要在这部剧作当中证明自己的演技 而且赵丽颖也是目前流量女演员中走得最稳的 一部好剧的生命力是很长的 赵丽颖的知否能够立足 也就为其带来了后边源源不断的主流资源 谁是凶手的导演孙昊 导演的作品已经非常多 今年观众最熟悉的应该就是幸运年了 说实话 这部剧能爆除了演员和剧本 导演也占有很大一部分因素 据了解谁是凶手与以往观众熟悉的本格派推理和社会派推理不同 该具体用了情绪悬疑的新模式 更加注重对人物内心动机的挖掘 在情感和人物的渲染方面下足功夫 让观众随着主角的情绪带入到剧情中 这种新模式能否被接受还需拭目以待 那么谁是凶手你看了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其他感兴趣的话题请在评论区积极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下期再见啦